跟大家说一下 手里面的案例呢 一个是 这是一个文人 文人 文人就有那种 儒家那种 是吧 情怀 就是正 正红荷的时候 别人介绍他 他老领导 介绍他 他说你去 找那个 寻冰看看病 我心里说 这么 试图一番风声人 有什么病 等来了一检查 我告诉你 那是我摸过 全身最硬的一个人 是吧 好多人是说 是没胸嘛 是吧 正面反面都一样 是吧 又知道一个人 把自己压榨到 什么程度 就是说他本身 就不是做这事的人 然后他那种 后天的意识 还有什么责任感 使命感 严于利己 最后我说 我说你病得够重的呀 我说你心脏 有没有问题 他说我心脏 没问题 我说那 那你总得有点问题吧 他说我帕金森 但徐大夫 你不能跟别人说 就是这个事 他是吃着那些药 打着那个针 掩盖他的症状 然后在外面 又是一个 这个 强力的领导人 从他掩盖 掩饰他这个病 我就知道 他好不了 知道吗 这就是 就是 完全那种贱人的思维 牺牲自己 做假然后装出一副样 让别人看 然后我就给他扎针 哎呀那真是硬的扎进去 后来我就跟他说 第一他胸阔不宽 对吧 第二他又把自己弄成这样 然后我说 我说你没有当太大官的命 我说你这样的话 见好就收吧 不然的话你这个 把自己就玩进去了 我告诉你 不听 不听 等过了五六年 突然 大同那边又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人想见见你 我以为他又来找我看病 就我说行 疼点时间来了 来了以后 我说身体怎么样 他说徐大夫 我见你就是说告诉你 我非常后悔 没有听你的话 身体是完全垮 现在那个用药的剂量 基本上就那种僵硬的那种 而且这个对舌头 对吞咽 就很讨厌一件事是 你吞咽 随随随有枪死的可能 他说没事 我就是来看看你 因为你五六年 先劝过我 我没有听 然后就很伤感 也没伸手让我这个耗卖 他也知道没用 就回去 所以这就是我看到一个 就活活的靠自己的意识 心活 把自己的先是体液 你说他变那么硬 什么没了 体液流动没了 对不对 然后血液流动没了 然后脊髓骨髓没了 对吧 感谢观看